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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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境界难得闻 今与无量聚之节 今与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词亦如是 读说修行者更难 语缺菩萨戒本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和你佛佛 请翻开戒本 二十五页 第几页 第几页 二十八 二十六页 第几页 第几页 26条 贝大象小戒 这个 这个讲义 我们看讲义 不要像小戒 那个 绿文说过了吧 那我们看讲义 那这条戒 主要是他气舍这个菩萨障 他不研究这个菩萨障 受了菩萨戒 不读不诵这个菩萨戒 学习菩萨法 结果他都只修学这个僧文障 所以这样 是非然违反 那我们前面讲过说 我们很容易 退大取小的 退大取小 因为我们 本身我们 我直我爱我健 我们就是 喜欢自己而已 我们最爱的是谁 只有我 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你会为别人 是很难的 为利益他人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要一直学习 所以 这边讲 在经论上 我们看这二十八页 这边 丙一 我们举这个 三点 来看 第一个大新书圣 这讲够了没 还没 中华人经讲过了 好 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 你这个菩萨界的基础 是在菩提心的 就是你要利益他人 自利利他 为成就佛道 所以 如果你只是通塔 所以在菩提心 自利广论他讲 只有你通塔空性 通塔空性 这是三圣的 共同基础 反而是菩提心 才是我们 成佛的基础 通塔空性 法罗法也通塔空性 虽然呢 还没有那么广大的智慧 但是他也知道空性 他也正入了 所以 这个菩提心 才是最出胜的 因为这个才有办法成佛 所以这个 年终阿兰基里面 其实他也在讲 我们要自饶役 亦饶役他 饶役多人 敏伤世间 敏伤世间 为天为人 求义求老 求安勿快乐 就是为别人 那这个才是最大 最低益 最上 最殊胜 最尊贵 最伟妙 不是为自己 我们只是正空性 我们只是一生 生死解脱 这不是最伟大的 对凡夫来看 生死解脱 一定是非常伟大 但是对佛来看 这不是最伟大的 所以我们再看 大致都论 28卷 他讲 菩萨智慧相 与生文智慧 是一智慧 这指他 震入空性 这个智慧 但是呢 生文人呢 没有方便 没有大事庄严 没有大慈大悲 不求一切法 不求一切总治 知一切法 知一切法是指他 知万法的总相 我们说生文人有时候叫一切智 那震入一切智 这是指他总相 可是他不知道别相 他正根本质 他不知道分别智 各个万法的 这些缘起的圣身 他不是很了解的 他不明白的 只是厌犯老病死 断诸爱见的戏福 结果他就是直屈入 尼派 那大慎呢 跟这个相反 唯一就是不同 所以大慎寺基金讲 如是家设我身文重 义父如是 虽为同正 以法性生 不免如来真实佛子 他同正法性 都正到空性 可是不免如来真实佛子 果味啊 但是生文人 在大致论他会呵斥 那有时候会讲说 生文人已经死掉了 他不能够继承 有时候会这样讲 这是指要呵斥他 当然最后还会是会讲说 有回响降大的 这种佛人来花度他的机缘 好再看 所以大品波尔经 习印品里面 世尊更对摄理佛讲 说菩萨行般若波尔弥 一日修智慧 胜过一切身文 很peaceful 那这个是为什么 你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讲说 同样是在观空性 这空性的智慧 为什么到最后正空性了 我们所谓的你的指示一样 就是你正到空性 缘起法 信空 这个本质 总向 这个三圣同正解脱床 都解脱了 都正空性的 也都可以叫做 波罗波罗蜜 但是菩萨 他修这个波罗波罗蜜 因为他有菩提心 他修波罗波罗蜜的时候 他正入的时候 叫做摩赫波罗波罗蜜 所以他一日修行 胜过这个身文匹之佛 为什么 所以佛这边是告诉他 就是反问这个摄利佛 下面我们是用白话来解释 他说 说摄利佛 菩萨在修波罗波罗蜜的时候 他心常念 当你所行的智慧 我正道的智慧 我以后也要利益一切众生 我知道一切种智 我知道一切万法 我以后要度一切的众生 请问摄利佛 请问摄利佛 你们有这样想吗 朱生文匹之佛 有如此事事事吗 这摄利佛他就回答没有 第二个 朱生文匹之佛 有发愿说要得到无上菩提 要度脱一切众生吗 要令一切众生 都令无以内盘吗 摄利佛说没有 第三 朱生文匹之佛 他广学六度 乃至 学佛的十八不共法 成就众生 还要装连佛土 乃至要以这个十八不共法来 度脱无量一切众生 另入涅槃 生文人有这样的愿吗 摄利佛回答 都没有 所以佛就比喻啊 说二圣人的智慧如萤火虫的光明啊 那你跟太阳光 菩萨的智慧能够比吗 他也是有光啊 我不能说你没有光啊 这个在黑暗当中呢 萤火虫还是光明的 他破了黑暗了 他出了生死了 但是他的智慧 就是不能够 跟菩萨 跟大圣来比啊 所以这个差别只在这里啊 上面我们就要了解 为什么说一定要呢 不要退转 我刚才讲 一开始讲 我们都是自私的 我知我见我爱 这是一切众生的根本的 这个 我们说轮回生死的原因啊 我们的习气烦恼都在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是跟佛学 你不要跟阿罗汉学啊 所以 在修 波罗密度的时候 你反而 我们说为什么要强调说 前面也是在讲 你要修大悲心的 要修这个慈悲观的 然后呢 你修完了你要回向的 回向给一切众贞的 就是这个愿望 跟身分人不一样的 回向法借借众生 要成就佛道的 所以这个 智慧以后 才有办法呢 跟菩萨一样 胜过身分人 再看秉恶 恶圣列师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要 兼顾我们的 大圣的菩提心啊 这个不要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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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大圣 一定有佛啊 没有佛 没有大圣 哪有佛啊 大圣就是你有菩萨道 没有菩萨道 怎么会有佛啊 所以不要怀疑啊 不然佛怎么来的 没有佛怎么会有小圣 所以以前的师父呢 他都讲啊 原始佛教 到底是谁是原始啊 大圣才是原始 佛 才是原始的 佛最原始要教的是什么 要教大圣 不是教小圣 那只是说呢 现在我们是约了 所谓经典的 这个 结集也好 或所谓的出土也好 小圣经典的先结集 我们先出土呢 他们说了 这是原始佛教 所以一切的经典都是从阿含经 流出来的 恰好颠倒 恰好是颠倒 你说一切 一切的 一切的那个 原理都是从一加一等于二 来的 恰好颠倒 你是要教这些人 不会 所以才先教他们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这里就是说 这种思维的模式 这个大小圣人 这个逻辑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定要 从各个方面来兼顾我们的菩提心 再看丙二 恶圣烈痴 在解生命经里面呢 他这边也是在喝赤的恶圣人 这无知性相品里面他讲啊 若一项趋己身文种姓普特切罗 就是你都只是趋己 就是一项你都只是修小圣 你只是想要震入空极 想要震入极灭 想要得到空性 那你这种身文种姓的普特切罗 的众生啊 就像我那时候有法师 他还读过大圣 可是他现在说 他只修小圣的试练处 我说同样是属席法 六庙门大圣也有属席法 为什么属席法呢 他叫六庙门 那你就只叫属席法 同样是四圣地 天台四圣地 为什么是无量四地 无作四地 为什么你只是生灭四地 同样修四地 同样修十二因缘 同样修四念处 为什么人家是正大圣果位 为什么你只是修所谓我的四念处只是 只有南传的有四念处 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的也是 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 一向趋极就是 我认为这个就是四念处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四念处以后 修了四念处以后 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就只修小圣的四念处 南传的才对了 他们很有次第啊 他们怎么样啊 注意这个观念哦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 大家学佛的时候呢 会碰到这个问题啊 这个你就会变成身文种姓了 你这样的观念呢 虽猛诸佛设施种种猛力的加醒 方便来划到你 你还是不会改过啊 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身文种姓了 定性身文了 总不能够当做到场 正安奥多佛三百三十 你就不想成佛了 何以故 由本来呢 你只有种下这个下列的种姓故 一向慈悲薄弱故 就是你 我们的 我们变成我们的观念 跟我们的习惯啊 你就缺少慈悲了 你就去 你就是只是下列的种姓 一向呢 不畏重苦 有什么苦啊 或是生少病死苦啊 就是只是观无常啊 只是观无我啊 这是正确的没有错 不是说 不是说修这个瓦是错 而是说 不只是这样啊 说我们前面会讲说 这个菩提心你要 跟这个空观呢 你要了解 这里是有 有重要的地方 否则就会堕入身文种姓 你就怕苦了 不愿慈悲了 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你都 你都不愿意了 你都只是想呢 山林树下水边的这样修而已啊 只要一到大当中 大众当中 他就起烦恼了 是故一向 气被利益众生之事 信徒太多了 他也是起烦恼的 不要那么多 有一向呢 不畏重苦 所以一向呢 被气呢 发起诸行之故 所以发起诸行就是指 六度忘恨了 你要做一些六度忘恨的事情 对他来讲 那是 太麻烦了 而且是打前叉的事情 我只要空击 我只要打坐 你们都不要干扰我 所以啊 我专不说 一向气被利益众生适者 一向气被发行诸行 所作者 当作道 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够当作道场 我都不会说 他们这些人 会正阿纳多罗三不三不三不提 所以他们视为一向趋极的神闻 比如说 我们的心胸跟我们的修行的习惯 所以如果因为菩萨界来看 我们是要 我们是要 有时候要少 少益之主 我们是要 山林随便要修行 但这个心 这个菩萨心的 这个 观法 你是不可以 不可以气舍的 又说五够 曾经 菩提芬品 第八 他讲啊 耳时 迦瑟尊者 这个 就是大迦瑟坡 赞叹这个妙吉祥 文殊菩萨 说一切生死 烦恼总性啊 事如来总性 所以则和 我等今日心相续中 生死种子 吸引交败 总认发正等决心 因为他正入生文果位以后 加瑟尊者 他们到最后一定入涅槃的 就会断掉这个生死的种子 所以生死种子 他就交败了 就是他没有了 这个种子已经不能够发芽了 他不受后悠了 不受后悠了 他是圣人了 可是 他没有如来种性了 反而 凡夫呢 凡夫啊 有生死的烦恼 乃至凡夫呢 导可成就五无间夜 凡夫造了五无间夜 以后都可能成佛 不做我等诸阿罗汉究竟解脱 他们呢 不会呢 像我们这样呢 阿罗汉一样 到最后解脱了 所以者和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些呢 造五无间夜的人呢 成就五无间夜者 有有能力呢 尽无间夜 以后他们呢 了尽了他们的罪报以后 遇到善知识 发于无上正等决心 见能承办一切佛法 他最后成为菩萨 而且呢 正佛果菩提了 所以以前呢 妙吉祥以前这个 文殊菩萨呢 他也在讲 他过去也曾造二夜啊 堕入地狱啊 后来呢 发菩提心呢 成就菩萨到了 所以 有些看起来慢呢 我堕入地狱啊 你正胜果啊 可是我以后地狱出来以后啊 以后发菩提心 以后证佛果菩提呢 比你殊胜啊 所以我等肉进阿罗汉 永无此能啊 你们证了阿罗汉果味呢 永远没有办法再证佛果菩提了 所以在方等经里面呢 你要知道 有些经 它是呵斥的 就一直呵斥呢 就谈偏赐小吧 就是 呵斥这些生物呢 你们没有办法证果啦 你们永远死掉啦 你们呢 不度众生呢 入涅槃啦 就是交涯败种啦 就是有些经论呢 在大致论前面也是 会讲这样的 有些经论就是讲这样 会到最后 在到原教的时候呢 才会呢 娃娃经呢 这些呢 才会呢 在全部圆融呢 就是 就在教导 就像 现在我们听到的经就 就好像 我现在在骂你一样 在责备你一样 这一段呢 就是 你是不对的 你是错误的 你呢 你这样的 发心呢 完全呢 到最后呢 成就的果位就是这么小了 就是一直呵斥它 要到另外 久了以后 他懂了以后 才在讲更高的法啦 你们也可以成佛 那是要到法华经会上 所以方等经有很多经呢 都是只是在讲 你永远没办法成佛啦 所以啊 如缺根事 如缺根事 于妙五欲 无所能为 缺根之事 这个缺根 就阿罗汉 就好像缺五根的人 缺这个阿罗汉 他没有眼耳鼻舌声啊 缺五根了 缺五根呢 那就是 没有烦恼根的 因为彼此的声呢 他就是会烦恼的 这么呢 这个 他对佛法也是这样 佛法呢 他缺这个烦恼根的 他没有烦恼啊 所以阿罗汉怎么样 这个 没有愿求啊 一切都是无相 无愿 无作啊 无相啊 都入空性啊 什么都是应言所生法 所以都是无相啊 他不会执着的 无相就没有愿求了 无愿 他就不会造作了 所以叫做无作 他入三解脱门了 所以阿 于妙舞欲无所能缘 他没有这个 也没有彼此的声音 他无愿无求了 所以他也不会去造烦恼了 你看我们凡夫啊 妙舞欲 哦这个好棒啊 唱歌跳舞 好吃的好喝的 男女的欲望 我们都有啊 妙舞欲 哇当国王啊 当总统啊 当大护翁啊 那这个呢 非常高兴啊 慈何玩乐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 银而鼻子的声啊 你就是 烦恼 起这个烦恼了 但是阿罗汉不会啊 他没有啊 妙舞欲他也不会做了 可是这边所谓的妙舞欲呢 你要利益众生 也要用这个方法呢 他也无愿无求了 他这个对这个所有的沉静 他也不受用了 他也不会去应用他了 不像菩萨 他会应用这个舞欲 来利益众生 他都不会了 所以啊 如是肉进诸阿罗汉 诸解永断 给予佛法无所能为啊 不复自求诸佛妙法 他断了所有的烦恼啊 同时 对佛法 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了 因为无愿无求嘛 一切都是 无我无我所啊 无相啊 无相就无愿啊 就不想照做了 那你就不想再追求更高的佛法的妙法 所以为什么在法法经里面呢 这个五千人退洗啊 佛说还要比这个更高的 四地十二因缘的法 还要比这个更高的 他们不相信 退洗了 不听了 怎么还要比这个更高的呢 四地十二因缘就是最高了啊 佛你不是讲四地十二因缘吗 这个 所以这些啊 阿罗汉呢 他不会再自求诸佛的妙法 他认为我所作接伴 不受后友啊 所作接伴 你看佛不 你不是跟我讲我所作接伴吗 什么要照做都办完了啊 这个是佛对阿罗汉来看 就是对小学生来看 说你这样毕业了 是这样毕业了吗 还没有啊 让你暂时休息啊 所以在法法经里面才讲呢 你只是走三百悠寻 还没有走完 还要两百悠寻 事故一生能报佛恩 一生就是凡夫 凡夫他能够报答佛恩 就是他能够发菩提心 成就佛果菩提 但是呢 阿罗汉身闻独觉 他不能够报佛恩 所以则何 一生闻佛法生功德 为三宝种中午断绝 一生就凡夫呢 听到佛法生三宝的功德那么殊胜 他要延续三宝的功德 好怎么延续 要成佛啊 那你不成佛 你不修菩萨道 大家都入涅槃啊 佛法谁来传啊 大家都入涅槃啊 佛法谁传啊 大家都入涅槃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没有人在行菩萨道啊 所以 为三宝种 要让他呢 不断绝啊 这是我们出家人呢 你出家的话 为什么要有这种使命啊 你出家受戒呢 其实就是有这个使命的 你要传承佛法 能发无上正等决心呢 见能承办一切佛法 我们现在是凡夫 可是我们发这个心 慢慢慢慢呢 他呢 能够成就一切佛法 我们能够界定会慢慢会具足 这一生没有成就 没关系 下一辈子啊 那我到极乐世界去 一样呢 再来呢 一样呢 我也是要成就这件事情啊 都是这个愿望啊 可是呢 声闻独觉啊 他虽然终生啊 他听到佛跟他讲说啊 如来是无所谓 是八不共法啊 这些呢 所有的一切的功德 哇 这个佛的功德 多么伟大 声闻圆绝呢 他是在佛做下听经文法的人呢 终不能够发正等决心 他还是不会发普提心的 哎 我佛所做接办啊 我就可以取证捏盘了啊 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啊 到最后还不是不生不灭 师尊你讲那么多 还不是到最后都是不生不灭啊 那我都得到了啊 他不会发普提心的 因为他到到最后都觉得 到最后还是不生不灭啊 那我不是得到了吗 所以注意这个 啊 啊 就是说呢 在经典上会呵斥二圣人啊 啊 所以文书菩萨呢 这些呢 前面呢 是有在 在 呵斥他们的 所以加瑟尊者在这边才 才呢 讲说了 我们二圣人是 根本就是呢 像呢 缺根之士呢 我们不如呢 啊 落入这个 啊 地狱无间业的 凡夫众生 我们是不如他的 他们可以成佛 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佛的 所以这叫交 所以为什么叫做交雅败重啊 啊 啊 就是他没有办法再 成就佛果菩提了 我们要了解呢 二圣的劣师啊 啊 再看三十页 秉三 坚定信愿 我们要避免落入二圣 所以 前面说《无过经》里面呢 再讲啊 说 一切身闻及圆绝啊 非菩萨法器 啊 大的徐菩提 诸入正位 者啊 皆是非器 就是 虚菩提啊 佳舍尊者啦 摄利佛啊 你们这些身闻圆绝都很厉害了啊 可是你们都入正位了 我们所谓的正性离身了 你们正阿罗汉果了 都不是菩萨的法器了 啊 好 好 那 都不是菩萨的法器 可是呢 啊 后面这边又讲啊 说啊 以为法界所细实故 若观法界 而不舍放一切众生 不度正位 不共杰柱 如是等人是佛法器 啊 那 也就是说啊 假设呢 我们能够观法界 你入这个正位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应该要观法界 这些入正位 这个法性呢 也是在法界啊 啊 那个 那你应该要观这个法界 法界呢 不放舍一切众生 那这样你就不要堕入正位 啊 啊 不共杰柱 不要呢 跟这些生文人的一样 住在那里啊 那这样 你才是佛的法器啊 就是你要 观照啊 啊 这个 这个心 这个法界的 怨心啊 啊 所以实处比佛沙路他讲啊 若堕生文地 及辟子佛地 是名菩萨使 一名一切施 所以菩萨呢 最 最怕 他落入身文的 啊 如果你再落入身文 就死掉了 啊 所以他讲啊 所以堕入地狱 不应生不畏 堕入地狱呢 地狱出来以后 还有机会发菩提心啊 若堕入二圣呢 他入了二圣呢 啊 菩萨要大位啊 应大位啊 因为 虽堕入地狱 永不遮佛道 他以后还要积远 巴菩提心 成佛 如果你堕入二圣 毕竟遮佛道 你就不成 不想成佛了 你入列盘了嘛 佛说 爱命者 斩首 则大位啊 如是欲作佛 二圣应大会 一般我们凡夫呢 爱惜我们的生命 要帮我们砍头啊 我们就是最大的害怕 最大的部位了 但是呢 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想要做佛呢 他不会怕死啊 他最大害怕是 我堕入二圣 我的心呢 所以这边讲 我们退大取小呢 是我们最大 要害怕的地方 所以很多经典呢 为什么一直叫我们说呢 我们出发心的菩萨 你常常要修学大圣呢 你当然想修四地十二因缘啊 想修四念处啊 可是你不要长时间在二圣人那个生团啊 我们就像有些法师啊 你看我们以前的师兄弟 或是有些的道友啊 那你长时间都在南传的地方 你就只修南传的法啊 你会再发菩提心吗 十个有九个半都不会啦 不要诽谤大圣就不错啦 因为你长时间都在那边寻许 又变成他们的观念了 就变成他们观念了 你不用大圣的经论呢 来思维这个义理的时候呢 我们是很容易 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啦 只有阿含经是佛教啊 只有什么 通通是从阿含经出来的 所以大圣都是后来 后来发展出来的 还发展出来的 怎么发展出来啊 所以这里就说呢 我们呢 要把这个你推大取小 当作是最大的 部位的地方啊 再看 花含经书超演绎 他讲啊 说取静趋小为是小胜啊 取静趋极啊 你想要趋入空极 这条路其实是弯弯曲曲的 这个是小小的一条路而已啊 你要正空性智慧 有些人说我先振小胜 再修大胜 因为既然可以呢 回想像大 那我先振小胜 我先断生死烦恼 这样比较快 你看他怎么说啊 若超左大方 你真正呢 很卓越 顿超 很超胜的人呢 不利二胜 竖成正觉 名为直道 不要经过二胜 你要直往的菩萨 这直道就是你要修一胜了 就只有一佛胜呢 一胜道 你不要说我还要再修二胜 还要入二胜 你这样才有办法快速成就正觉啊 若先正二胜 后方入大 名为取静 你就弯弯曲曲的 你先取小胜二胜人 以后你才要入大胜 这叫做取静 取静为其迂回 他就很迂回了 驱极明 驱极明起成智 你驱入空极 你都空极了啊 说明 他来停留啊 沉迷停滞啊 就是他自留在那里的 什么时候 要正无上正等菩提呢 恩怜啊 恩赐方怜 不晓得什么时候 一切都不生不灭啊 你大胜也是讲不生不灭啊 佛正入了境界 而且 无上捏盘 也是不生不灭啊 但是呢 那个 那个境界 所以那个心呢 他能够提起来的 微小向大的时间呢 他不晓得什么时候 因为他停留在那边啊 所以啊 入无与语 依全教不悔 入无与涅槃 这个小圣人呢 他入无与涅槃了 依全教不悔 全教就是 我们在方等经啊 或是我们在阿含经 就像南传伯教讲的 我们在阿含经里面讲呢 所作皆伴不受后友了 他断生死轮回了 这是全教 就是全 全教方便说的经典 他入无与涅槃了 不悔 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永远不会 回小向大了 就是我们讲啊 一般呢 全教的经典 所以南传的 你看南传的比丘呢 他不会相信的 所以你们大声乱讲 不是不受后友了吗 所作皆伴了吗 这个阿罗汉 他怎么可能再回来 他怎么可能再发菩提心 再成佛 什么法花境 所以他会不相信的 你跟他讲那 因为他们听到的是全教啊 他们的经典没有错 是这样子讲的 你不能说错啊 你不能说错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经典 这个讲的比较多啊 若实教就是依真实的教理 中敬 中敬发意 就是最终究竟呢 所以说 这个阿罗汉呢 这个阿罗汉呢 他住在捏盘啊 就在大圣经典里面呢 就讲说 他好像呢 喝醉酒了 喝了什么酒 喝了三妹酒了 他们呢 入这个禅定 好像入禅定 所谓的 魅禁定呢 他住在那边呢 这个 沉迷在那个境界了 他堕入那个 那个 捏盘当中呢 你呢 所谓呢 八万四千 八万大姐呢 他都不会动的 那这个 这个 什么时候呢 要要 要出订 那不知道的 什么时候呢 所以在大圣经典会讲说呢 这些以后阿罗汉呢 他不在我们这些沙婆的生死三界当中呢 他法性生呢 以后会生在净土啊 那诸佛呢 佛还会再跟他讲法法经啊 所以 南传的人呢 他听到说 哪里还他还会再生到净土啊 他法性生还会生在净土 他们不相信 他已经不受后友了 怎么还会法性生呢 这些都是按照大圣的教理 你才有办法能解释啊 所以这里 就是 在教理为什么说 我们要了解说 有全教有实教 就像天台讲的 藏通别远啊 在经典呢 这个 教导众生 他不同的教法 有些先教导他呢 比较基础的佛法 有些教导他呢 能够处理三界的佛法 有些教导他呢 能够成就 菩萨佛道的佛法 所以南传呢 一般他只接受到 教导他呢 解脱生死轮回的佛法而已啊 所以叫全教 全教就是 佛法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愿 你不要用 这个 二圣的佛法 我们都 你失念处十二因缘 这些都可以修学 但是你不要沉迷停止在这边啊 所以以前有法师呢 在问我说 我说 一样四地十二因缘啊 属习法 为什么 你也读过大圣的教理 为什么你就是 只修小圣的观法 那请问你怎么成就 大圣的佛果不敌 你那个观法 到最后还是成就了 小圣的观法啊 你为什么呢 不修大圣的观法 大圣的止观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 要坚定我们的信愿 不要呢 背大向小啦 这条件我们就再补充这些呢 观念 好 休息一下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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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